最近中国女排结束香港战比赛的争夺之后 取得四连胜 咽下已经抵达泰国 接下来将会在泰国开始总决赛的征战 首战的对手是日本女排 随着这场比赛即将到来 和各位球迷分享一下中国女排的具体备战情况 按照赛程的安排 中国女排对战日本女排的比赛 将会在6月20号的下午6点钟进行 这意味着CCTV5的直播时间也会有变化 回顾之前香港战的比赛 中国女排的赛程时间 都是在晚上8点半 这一次提前到晚下午6点 到时候各位球迷得留意一下变化 不要错过中日大战这一场精彩的比赛 说完直播平台变化 再说回到中国女排这一次的具体准备 首先很清楚 日本女排在第二周澳门战的比赛中 曾打败中国女排 对于球队是非常大的打击 因此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教练组来说 必须得努力在这一次的比赛中打败对手 拿到好的成绩挺进半决赛 从目前来看 中国女排虽然派出多位替补球员迎战 但实际上实力不容小觑 除了练兵之外 也是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安排这帮年轻球员用不一样的战术打败日本女排 所以这一次尽管派出的不是全主力阵容 但中国女排依旧有希望拿下日本女排 从此前公布的名单大家可以看到 张长宁此次担任中国女排的队长 还记得在香港战比赛接受采访时 张长宁曾放出狠话 当时他带队打败波兰女排和土耳其女排后明确表示 自己和球队需要继续配合 很高兴取得不错的成绩 他有信心期待能够继续为国争光带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这一次迎战老对手日本女排 对于张长宁来说 没有其他的目标 只有一个指标就是争取3比0 横扫日本女排血耻复仇 另外一方面 虽然主教练蔡斌这次并没有带队 但他安排的主帅执行的也是主教练蔡斌的意思 那就是这一次一定要带队横扫日本女排 告诉日本女排谁才是真正的亚洲第一 所以接下来这一场比赛 各位球迷不妨关注一下 相信中国女排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当然从目前来看 想要打败日本女排 估计也不容易 毕竟日本女排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确实是巨大的挑战 不过说实话 如果中国女排连日本女排都打不败 根本没办法争夺总冠军 后续这些年轻球员 自然也不会得到太多练兵的机会 所以这一场比赛不管如何 中国女排都要使劲浑身解数 看看能不能拿下日本女排 期待中国女排在泰国传来捷报 加油